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五 最近呢很多粉丝经常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某鱼上面有2000多的iPhone13Poro 你要6000多你是把我当傻瓜吗 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确实有点把我给整笑了 2000多的iPhone13Poro你也敢想 一个屏幕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不过想必大家现在比较好奇这个 2000多的iPhone13Poro它是怎么来的呢 今天我们就带你们去市场一探究竟 首先呢常规操作的情况下 2000多这个价格显然是商家没有利润的 得拿我们喜欢这种前后玻璃爆的 再加上是黑解的机器又称有手机 这样的机器在市场拿货64g的基本是在1400左右 然后再派上100来块的一个国产屏幕 再来加上一个200多块钱的13Poro的手机壳 算上师傅组装这部手机的成本在100多 这样算下来成本基本是在1800左右 这种机器呢商家基本都会忽悠你们说是原装机器改的 然后含泪赚了你个五六百 像这种前后玻璃爆的机器本身主板就有问题 机器不是原装的不错 而且屏幕用的还是垃圾国产屏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你觉得现在花个2000多 就能体验一个梦幻版本的13Poro 但是当有一天你不想用这个机器的时候 想置换或者出手 你会发现这个机器别说1500左右回收了 1000估计都够呛 而且你还得承担这个机器会不会出现问题的风险 你要知道一台手机的维修成本 可能比你买这个手机的成本都要高了 听了这么多 你还会觉得自己是在简陋了吗 关注我让你在二手机里少走弯路